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二氧化碳 第一個又是無色無味無袖不用備了 密度比空氣大會沉下去不可燃不助燃 剛剛講過了二氧化碳不可燃不助燃 然後的溶於水會變成什麼蛙溝 我剛才教過了 我就是剛剛教過的 變成什麼東西 No.5 披零五號 披零五號 五號 誰 二氧化碳的溶於水變成什麼蛙溝 汗酸大聲一點 不要那麼秀氣又秀 汗酸 固態的二氧化碳叫什麼 我們好像講過對不對 固態的二氧化碳叫什麼 我們好像教過是嗎 來 帥哥36有嗎 沒有36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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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態的二氧化碳叫什麼 乾冰非常好叫做乾冰 乾冰有一個重要的性質 他在常溫常壓下 乾冰有一個重要的現象 是什麼現象咧 然後咧 那個現象跟三態變化有關係啊 乾冰會不會有十九號 Number two 二號 會怎樣呢 會怎樣啊 跟三態變化有關係 乾冰會如何 一公上 昇華你們能不能被這麼秀氣啊 老人家耳朵不好聽不見啊 昇華 好 OK 我們要教這個 實驗室做氧化碳的方法 碳酸鹽加C酸 我們是用碳酸鈣加鹹酸 碳酸鈣加鹽酸 這個是為了要背的重要性質 碳酸鹽加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我們這裡教的是 用大理石 背殼 叫做碳酸鈣 加Cm酸 還有這個會有加熱分解 碳酸鈣跟碳酸氫鈣加熱分解 這些未來都還會再交道 請你現在就背起來 碳酸鈣加熱會分解 碳酸氫鈣加熱會分解 會產生二氧化碳 我們未來都會再交道 請你現在就把它背起來 它們加熱分解會產生二氧化碳 就是一些會產生二氧化碳的反應 我們有激化油燃燒 也是未來會提到 就是很有碳的啦 有加熱就有碳 碳燒焦就產生二氧化碳 什麼酒精、蠟燭、汽油 都是產生二氧化碳 第二個是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要交到重點這個東西 這個 我們用的是西鹽酸 加上我們的大理石 或者是石灰石、石灰鹽 或者是貝殼 那些成分都是碳酸鈣 所以我們做的反應是碳酸鈣加西鹽酸 同時是碳酸鹽加西酸 未來你要被所有的碳酸 碳酸叉叉叉 碳酸鈣、碳酸鈣、碳酸鈣 那個碳酸鹽酸 加西酸、西鹽酸、西硫酸、西硝酸 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用的是大理石加西鹽酸 會產生二氧化碳 就是我們的 然後實驗裝置 跟剛才說氧氣基本上是 一樣的 上面倒液體、鹽酸 下面碰固體、大理石 產生氣體、二氧化碳 剛才是上面倒液體、雙氧水 下面碰固體、二氧化猛 產生氣體、氧氣 OK 好 實驗裝置是一樣的 而 收集方法也一樣 什麼方法 排水、集氣法 適用於什麼氣體啊 不溶於水 難溶於水 略溶於水的氣體 實驗注意事項也是一樣的 什麼注意事項啊 漏斗井 劑頭漏斗 漏斗井 場管藥 沒入水中盡量接近底部 為什麼 避免氣體溢出 注意事項 一開始的氣體不要收集 為什麼 因為它是裡面原來有的空氣 注意事項 氣體產生態會怎麼辦啊 將導管從水中拔出 所以 實驗裝置一樣 收集方法一樣 注意事項也 一樣 就是倒的東西 不一樣 剛才是雙氧水加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剛吹化劑劑 現在是 細鹽酸碰大理石 石灰石 肺殼 碳酸幹 產生二氧化碳 OK 這個是真正用來檢驗它是不是二氧化碳的方法 叫做通入澄清石灰水 它會產生白色穩濁白色沉澱 對 那個白色沉澱就是碳酸幹 所以 這是真正用來檢驗 剛才那個什麼燃燒法 這個不可燃不助燃 不能夠證明它就是二氧化碳 因為 不可燃不助燃 太多氮氣也不可燃不助燃啊 所以 這是真正用來解熱二氧化碳 請你備好 好 如何知道它是二氧化碳 請通入澄清石灰水 會產生白色混濁白色沉澱 這個白色沉澱碳酸幹 另外 這個實驗要注意 拿一瓶沉清石灰水 用一個吸管 對著裡面吹氣 氣裡面有二氧化碳 它就會變成白色混濁 可是 如果你一直吹 一直吹 一直吹 它又會變成澄清了 為什麼 因為 當你一直吹 一吹吹很多的時候 就有二氧化碳 會融在水裡面 然後 會產生碳酸 那個碳酸會跟碳酸幹作用 它有沒有講過嗎 碳酸幹加西酸 對不對 會作用量 所以它又重新變成澄清 澄清 所以 對它吹氣 本來澄清 吹一吹會變混濁 一直吹一吹一吹 都會變成澄清 會成清 那是因為二氧化碳 融於水變碳酸 碳酸跟碳酸幹作用的關係 這又是我們的重點 重點一 當然就是你要如何製造二氧化碳 實驗裝置 實驗器材注意事項 重點二 就是請你記住 我如何檢驗二氧化碳 澄清水水 通入二氧化碳 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這就是你這邊要所注意要備好的事情 OK